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邀请到对于台湾政治非常熟悉的总编辑 他是国民民国总编 国民民国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是 现在台湾大家几乎把眼睛都盯在台南市来看 这陈丁飞一下变成是一级人物了 不是他道德非常崇高 也不是他是什么圣女贞德 特别陈丁飞他过去还是服务过特殊的餐饮业 而且跟这些大哥们都有往来 然而现在大家是在看就说 陈丁飞竟然一个小小的情怀河畔的弱女子 这时候居然敢跟这个具有亡命之徒性格的赖清德 敢杠上了 那么他到底真的敌得过赖清德吗 难道他不怕吗 他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小啾啾呢 另外赖清德似乎也铁了心 问题是人家之前在台南又是开了88枪对于卢渣案 又是把赖清德他的重要的装脚当街给开掉 难道赖清德他一辈子坐稳他的宝座 他一辈子有随护可以保护他吗 他自己难道不怕吗 这两边都在打什么主意呢 两边谁的胆子更壮了 走边 是欧教授 关于台南关于陈丁飞 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是 赖清德要保护他自己的老巢 他把台南当作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 他靠在台南政治在台南起家 同时呢又是民进党本身的一个大总部 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他不能够用自己人看护住这样的一个地盘的话 那么他的党内将被其他的这些党内的大佬们蔑视 人家会把他当成一个这个完全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尊严 一个利益的一个守卫账 那对方呢对手呢是台南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台南这个地方各种山头各种门派盘踞 各自都有一个利益的一个团体 那么这些人呢就不想让赖清德来插手他们 所以过去发生过多种的事情 包括您刚才讲的开枪啊时间啊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争夺利益 那么这次陈廷飞被推出来 就是陈廷飞就是他们的一个代理人 陈廷飞一个弱女子 他的背景可能很多人也都熟悉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背景 但是呢就是这些利益团体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 因为有这种代理人 一直都不怕赖清德 你说他一个弱女子 他怎么敢对一个最有权利的赖清德教证呢 不是他的教证 是他背后的人在跟赖清德教证 这一点他清楚赖清德清楚 他背后人或者说全社会的人都很清楚 我再说 那么既然是这么多人在后头插股 而且后头有利可图 他就势在必的一定要拿到这个位置 然后才开始可以兑现了 他必须在2026年11月之后才能开始兑现 然而如果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被逮了 或者是所有同志人也都被逮了 那又怎么兑现呢 难道陈丁飞他们没有算到这一点吗 还是说他们有别的我们这些做新闻媒体的 没算到的点吗 总编 是那就要看如果说赖清德下了狠心 就是这一块地方你们如果要跟我争的话 我就不惜一切的代价 我不择手段 我要把你们拿下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我相信赖清德最后应该他站在 他守卧那么大的权力 是吧 他应该不会说会输掉 谁来都没有用 就是我必须要认定我自己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 对于这个绿营党内来讲 他肯定还有不同的山头 也许有的人呢 会想尽着其他一些办法 比如要跟他进行利益交换也好啊等等 还有一点别忘了 因为在台湾不仅仅只有绿营 还有蓝营 还有白党 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会不会看到的绿营内部正在厮杀 这出戏那么好看 他们不会不想奔一杯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很可能就会啊 蓝营推出自己的这个代表 或者自己的候选人 这样的话 一旦如果蓝营处理的不好 反而会促成他们两派 绿营内部的这种和解 因为过去绿营就是这样的 一旦他内部怎么厮杀也好 但一旦对外他们就会团结起来 联手来对付政敌 所以究竟未来蓝钦德如何来处理 曾经飞这样的一个向他挑战的人 这里面呢 还有时间要慢慢看 那前有这个郑文燦 柯文哲已经把台湾政坛的人啊 下了是魂飞魄散 后呢 有郭信良 已经是直接刀子呢 就在他身边环绕 为什么经过郑文燦 柯文哲 郭信良 这样都已经叫做斑斑可考的各种可怕的事迹 陈丁飞竟然一点都不打寒 仍然勇往直前呢 抓下他 不是一个分分秒秒的事吗 总编 是 那我完全同意啊 要抓他就是分分秒秒的事 但是呢 赖清德也要考虑他如何要动 陈丁飞 那就是向他背后的台南的这些大佬们宣战 那大佬们呢 手上会不会掌握一些赖清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呢 你从台南出去的 你干的事难道我们不知道吗 这些大佬们敢跟他叫证 肯定手上多少都有一些筹码的 今天不是你这个一手可以折颠的事啊 是吧 当初你在台南你怎么出去了啊 你怎么这个啊 这个翅膀硬了 你就怎么的 那当年我们怎么支持你 你的那些事 你的背后的那点什么啊 内幕 那他们手上掌握 就是这些事情 如果你要动 那我就把它捅出去 那大家就鱼死网破 那赖清德当然要点亮 从这一点来讲 现在台南这些大佬们 之所以敢挺 这个陈丁飞 就是对你赖清德 你翅膀硬了 你今天这个坐上大胃了 你就不让我们吃香喝 你自己吃香喝了 你不让我们在这个台南这里 我们自己要发点小财 你都要打压 那我就不让 这个背景是这么回事 欧教授 这看起来不是发点小财了啊 因为呢已经到开88枪 还有当街了把人家的装脚 直接给打掉啊 而且让卓龙泰发誓24小时 要抓到人啊 结果呢 是上百个20小时的都抓不到人 这赖清德啊 脸啊 是已经是够难看的 然而 现在这个局面 有点像是叶朗国 对上了 这个是秦王朝了 如果赖清德 硬要是来他的暴政的话 那么叶朗国真的挡得住吗 他是不是没搞清楚 我说整个台南这些大老师 没搞清楚 如果要爆料赖清德 以前的事情的话 现在媒体 可是控制在赖清德手上 他们真的有任何 一丁点的胜算吗 您的看法 我觉得像台南的这些大佬 台南的民属 民风呢 一方面呢 这比较 比较淳朴 但一方面也比较彪悍 这些人 发起狠来的命都不要 他们可以把一个人 当街就在门口 连开多枪 就把他给干掉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呢 发起狠来呢 也是这个 你说我们经常讲 这个说 这个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他现在 你穿鞋 你是大卫的人 我还跟你鱼死网铺 我怕啥 我怕什么呢 所以呢 你说这个传媒 不在 都在这个赖清德的掌控之下 但是 今天的这个互联网事件 要捅 一下子就捅得出去 更何况呢 这个 这帮 这个社会人士 或者说这帮 台南的地方势力的人呢 他们也 有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神通 你别以为他们这个就完全就可以被你捏死 他有他的办法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您刚才讲的 赖清德虽然是可以一手就可以 一秒钟就可以把这个整理费给抓紧 他为什么不敢动 那就他有他的顾虑 你这些这些人 如果说一旦发起狠来 你说他不胖 我相信这些事情他不是没有顾虑的 也会有顾虑 欧教授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两边显然都已经是发狠了 而且是砝码越加越高 宋辩 您认为 这件事情在未来的结果 会是什么 才是最大的可能 赖清德竟然绝对输不得 而陈丁飞跟他的哥哥们 又绝对的不愿意放手 您觉得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做钟呢 是陈丁飞真的被逮了 反正代表人没了 这些人也只能算了 或者说 这里面会有更精彩的高潮 例如两边又互相给什么了 或者有谁又被开枪了 您觉得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呢 总编 那当然现在摆出正式 就是支持陈丁飞的人 绝对不会退 就是摆出 要跟他干 但是在政治这种事情 包括这些 背后支持陈丁飞这些大佬们 他们要的是利益 如果说有双方有这个利益的交换 最终又一个 找出一个妥协的办法 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呢 那就要看 这个双方之间 如何进行协调 有没有人愿意出来协调 谁有这个资格来出来协调 那么找到一个妥协方法 双方都能下台 然后大家就 你给我一条生路 大佬们经常讲 包括这个社会人士 你给我一条生路 你让我继续可以在这里发财 那么我也不会 让你有一个 好可以下台阶 这也是有可能的 咱就要看这些最后双方 谁愿意采取一种妥协 而我个人认为最终妥协 先迈出妥协一步的 很可能是地方这些大佬们 一人逼近 赖金德现在大权在我 再加上如果说最终 他找出一些 更有影响力的一些 因为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再找出一些这些人来 出来进行沟通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摆平 也不是说绝对不可能 欧教授 我会想到近现在历史里面 有一个案例 那就是斧头帮的王雅乔 对上了蒋介石 他们周旋了数十回合 这个王雅乔数次派人暗杀蒋介石 蒋介石几乎是最怕他 听到王雅乔 蒋介石饭都吃不下 后来王雅乔终于不小心给死掉了 现在这个局面 您觉得像不像当时候的斧头帮的王雅乔 对上蒋介石那个局面 也就是说陈丁飞代表 王雅乔那一方 而赖金德代表当时候的蒋介石那一方 两边已经进入黑道式的缠斗了呢 左边 是欧教授你刚才讲的这个比喻 我觉得有几分相似 有几分相似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首先他毕竟这些人呢 过去是赖金德的支持者 或者说对赖金德的这个 今天走到大卫啊 他们也都是或多或少都是有功之人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掌握赖金德的一些内幕 掌握他的一些所谓的 可能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的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种形象下呢 你就是要 如果说大家要走到鱼死网破的话 那么对赖金德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赖金德也想 你们这些人无非就是要发财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不会说呢 要有斧头班 要非得把你的头给砍下来不可 那么这个最后呢 因为毕竟还有 我刚才讲的还有一点时间 其他人要看如何来进行协调 关键问题 这个时候 还有没有其他的 绿营内部的人来掺和 这一场台南的 未来的这样的台南的权力执政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郝教授 我现在就可以把总编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 给直接上了一个答案 现在参与的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当然需要这场火 烧得越望越好 他才可以另类的坐收 余翁之力 感谢郭总编近代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我带手 我带手 欢迎光不听认识 播手